大家好,我是痛風老饕一趟 你只帶你一起吃美食 今天我們來到了是 岩山夜市大橋頭 我現在已經非常期待 很久沒有開啟的夜市系列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這邊吃宵夜 岩山這一帶 算是台北的古城區 這邊 我不知道為什麼老饕夜貓子 全部都出現在這裡 所以我今天就要跟著 老饕系的夜貓子 出來吃宵夜 大家準備好了嗎 你如果肚子餓 那也沒辦法了 我要去爽吃囉 出發 夜貓老饕系的爽吃 這我放話秀 聖傑 好像可愛喔 天神夜是踏進來 走過來第一家一定要吃這個啦 這是我們十年前的回憶 你跟妳十年前 我十年前才十歲 我以為十年前八歲 這也有四十年歷史的老店 它買就是雙腸 大腸間跟香腸 大腸裡面的糯米 是我吃過 味道 風味 最豐滿 的醬色 有沒有 跟我的膚色是一樣的 它裡面好像很多小東西耶 沒錯 它裡面有一些小蝦米 油蔥 是像炒過的 一種是像那種甜蜜醬 一種是油膏 它裡面接近油飯跟肉粽子 很香 有油蔥的味道 有蝦米的香氣 然後它把它罐子一長條厚厚的 一直放在油裡面 讓它維持一定的溫度 慢火油煎 所以它是算炸還是煎 它放在那個油這樣泡在裡面 它算泡 大腸泡 喂 喂喂 香腸我記得它就是 傳統式的 瘦肉太多的香腸 嗯 然後一定要加蒜頭 大腸包想嘗一口吧 嚼下一集也沒有 真的耶 我覺得這樣很友善 就是平常不太吃大腸包小腸的妹妹們 就像我這種妹妹齁 妳說不敢一口塞的 因為那一口塞 然後那個醬流的到處都是很麻煩 所以我就很懶得吃 但是它這樣就是一個 一口組合 然後它有燒雞可以吃一下 因為我記得我們沒有點過 留點味我們往下一家去 在岩山夜市你往後走一點點 會有一家在轉角的奇餘米粉 BIRD戰 開到早上5點 呵呵 阿姨上面是有奇餘的料 是細細的新竹炊粉 還有奇餘丸 這是我在外面吃奇餘米粉比較少看到的 還是清湯色的 這真的很適合當宵夜 我本來以為會沒有味道 可是奇餘香滾在裡面了 不會太刺激 也不會太重鹹 也不會太重油 但是暖胃 很舒服很舒服 因為熱湯一下去 你那個味就這樣暖起來 大道成酒吧 結束坐計程車來吃 結酒湯 對 結酒湯 大概到早上5點 其實米粉我喜歡 還有一個香氣 就是淡淡的胡椒香 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在床桌上找這罐 他們的胡椒鹽一定都不是省油的胡椒鹽 因為這間店有賣炸物 所以它胡椒鹽絕對不會馬虎 本來只想點一盤小菜 不小心1.4 我傻眼 我坐在這邊 然後那個就一直來 小菜一直來 然後阿姨就說這你點的話 我說欸 嗯 對 對 因為它是賣什麼 其餘米粉 其餘米粉炸其餘牌 其餘都有一個特殊的酸甘味 它那個酸味不是檸檬那種酸 它這個入口的酸甘味就是跟你說 我來囉 我是其餘 我來囉 它其餘 它吃起來感覺跟土駝魚蠻像的 可是土駝魚的香氣 我比較喜歡 它這邊的小菜有分炸物派 跟黑白切盤 它的粉剛剛切起來 會乾涼 鮮嫩 完全沒有硬的豬飯感 阿姨這邊可以加湯 你就端去給它加 它會加湯 然後就吃起來 今天我們先吃的 快吃 我覺得它的米粉真的很好吃 因為其實在外面吃到的米粉 是不會有這種彈性的 這邊超多湯 湯店 台北經典消夜還有一個 挂包的 靈魂拌理是什麼 四神湯 到台北來吃消夜 你一定要點一套掛包叫四層湯 經過的時候 台北橋頭爆多人排隊 這邊還有另一家叫汕頭老牌 岩山的居民可以告訴我們 你們偏好哪一家 叔叔仍恩好 讓我拍 然後拍完你說這樣可以嗎 我說可以 他說其實這個很燙 很可愛 真的冷得燙 真的蠻燙的 他之後掛包的台語叫好感 胡咬豬 為什麼叫胡咬豬 因為他像老虎的嘴巴 咬著肥肉的豬 滴嘎厚嘎 你可以跟阿姨說你要肥一點還是瘦一點 他就會挑給你 我覺得晚上吃熱熱的 然後這個包煮很軟 然後再吃到裡面的那種肥肉的感覺 我覺得有點幸福 宵夜吃這個很可以 這種包包花生粉是以糖粉為我的種子 阿我覺得晚上來點甜的 非常舒服 又睡覺了 有點卡鬥的時候 乾脆認識 不知道來口吃誰湯 好味 那一下去之後整個湯就這樣子 哇 我以為第一間暖過了 就不會再暖了 沒有 他是清湯版的 很多小腸 然後他的小腸清理得很乾淨 然後很嫩 不會有豬臭味 再來就是大藝人小藝人混 但是你以為他的湯是那種很濃郁很濃郁的嗎 可是他是清甜款的 起來之後阿姨還是有加一個神秘的小地方 他只有一罐黃黃的 喝四神湯你一定要去找那個罐 神秘的藥酒 而且你還可以加湯 不然居然最會加湯的夜市 他的藝人五顆粒耶 因為我不太喜歡喝四神湯的原因 就是會很討厭吃到 藝人味很重很顆粒感的藝人 可是他的藝人完全不會 雖然第一口比較清淡一點 可是很刷足 這就是一套好不好 宵夜一套 看到這邊你們是不是也餓了 想跟著我們一起吃宵夜 但是想吃宵夜又怕棒 怎麼辦 這時候你就是需要 光泉頂級鮮奶油肉 他是榮獲比利時的金牌獎酥肉 這一款就是非常適合放在你家的強備款 現在我來分享一下我們都怎麼吃 小姐不好意思 請問這是幾人分 一人分 這個水果的份量我真的很喜歡 因為有時候我們晚上 已經不會再吃油炸了 可是我偏偏要在這個時候上面 有時候是害到我自己 被自己餓到 對 被自己餓到 我們最常加的是黃金起乳 然後這次加了芒果跟藍莓 OMG超好吃 藍莓超大優格的 再加上他非常滑順 不會有其他種優格澀澀的感覺 我覺得他偏酸但不澀 可能是因為他是用光泉頂級鮮奶做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他香濃滑順好吃的地方 他是無糖的 因為他的酸 會把水果的甜味再帶出來 不會太甜 加爆量就是對的 這一盤 你看到一半肚子餓了 一片佔領30秒 你去切切弄一弄 那身為老饕這樣怎麼夠 你們一定還是很餓吧 你們也不會這樣放過我吧 我是不是很餓的 我還是很餓的 你還是會負過多少 我還是去幫忙 然後可以買到 我取得把魚的 我買到 我會做的 我買到 我買到 你買到 我買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牛排其实我喜欢不同的吃法 我还有想法 这次优格炒品 你以为优格酱只用优格酱吗 加了一点蜂蜜 还有一些香料 蜜蜜香的香气跟褥和的香气 加上优格 非常搭 你竟然把这么健康的优格变成一个 我的风味 牛排的层次整个被堆叠起来 我觉得很棒 光泉其实出这种500克之外呢 它还有900克的增量 大润发或者是家乐福 或者是全联 都买得到哦 赶快去买一些在你冰箱困货 下次看影片的时候 就绝对不会饿肚子哦 我们去爽吃 这间鲜肉汤圆来这边一定要吃的 施家 我们之前有拍过 不是我不拍哦 是已经拍过的 看这边 回去看一下我以前的仇样 那个汤圆 那个某跳墙 超好吃的 晚上敲夜这边 岩山夜市还蛮多炒菜的 然后有不一样的炒菜店家 有些在路边的啊 然后有些是在那种店面延伸出去的 这边全部都是老饕耶 对啊 我左边右手边 你的后面我的后面都是 我觉得岩山夜市基本上就是 老饕密集度最高的一个夜市 我们也爆点一桌的楼 你能不住啦 它虽然小小一旁的 但是它的牛肉没有少 刚刚跟那个阿公 跟那个火喉的锅气 很加长的味道 然后它是炒空心菜 它的牛肉是有先腌过的 应该是有上太白粉 比较滑嫩滑嫩的感觉 好香喔 我真的刚看古壁周老大店 炒毛肚用炒酸的很聪明 要把它用鞏买超呆虫的虫子 酸香味再配姜丝 好搭 然后再加上毛肚的口感 宵夜是不是就要吃这种爆炒系的 一定要选一煎吧 基本上是我很喜欢吃的 那种黑板面油腻 细的 极细油面馆 0.38吗 对了0.38 诶怎样吃0.38 没带喔 我觉得吃炒类都出色 你可以点牛肉 你也可以点牛渣 你不点我汤没关系 你没关系 阿姨说没有点的 全部都送一碗清汤喝 纯喝清汤也很爽 你可以点一碗白饭 点一个炒菜 阿姨会送你一碗清汤 宵夜 还蛮多人会来这边 特地买一碗粥回去当宵夜的 粥也是算宵夜一个蛮不错的品项感 暖胃 这集的关键就是暖胃 然后消化很快隔天又给你吃早餐 对 然后它的粥有点像汤饭的样子 那梦想我就闻到一个 虱目鱼的香气 它的汤很鲜甜 很好喝的 它里面的料有鲜虾 有猪肝 有鹅啊 有虱目鱼 有笋子 带包 它还有干贝 不不不 它还有 幻觉 幻觉 它是好吃的 只是因为我吃过蒸蒸 也吃过的东西太多了 我觉得它的特色就是清甜 就是比起蒸蒸 它少了一点点甜味 但是它是整体来说不上清甜的味 要多实在的一碗 所以大家都是来外带一碗 然后回去暖鲜甜 我们现在在的是味祥记纯汤麻糬 也是50年的老店 它这边很有名的就是纯汤麻糬 就是烫的很大很大颗的麻糬 在那边裹在花生粉上面 然后你还可以变成麻糬冰 然后它会帮你把纯汤麻糬剪成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的 先用刷冰淋上一点点煉乳 然后放上你想要的料 然后再把麻糬一小块的直接加上去 最后再撒一点花生粉 因为麻糬在冰上 它的Q度就是会被冰给冻住 但我觉得它好吃的是花生粉 因为花生粉干干的 冰也干干的 他们如果有一个煉乳 把它们切成熟 它们就很好 它麻糬很Q很嫩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想吃很Q的麻糬 你就是点春麻糬 然后叫隔壁的冰 年金小姐一定很多没有吃过麦饺 你知道我第一次吃麦饺是在哪里嗎 是什么时候 是你带我去吃那间 意面王 对意面王也是老店 它里面卖炒冰也会有麦饺 因为像麦饺这种东西一定要在传统冰店 而且可能是要二三十年以上的传统冰店 我呢就是带你们认识麦饺天地 麦饺真的就是这样糊糊的 然后一定要有点煉乳 麦饺但是它做成狗狗糊糊的 所以它放在刹冰上莫名的搭 其实我还蛮喜欢吃麦饺的 因为你怎么办 我不是年轻妹妹了 我觉得它每一口都吃得到煉乳很赞 不会像一些刹冰店就是要给不给的 又不会到很腻 就刚刚好的甜味 它面鱼头也是煮的这样子 鬆软鬆软的 我知道阿嬷们为什么都喜欢吃麦饺 我掺透了 因为不带假牙也能吃 其实我觉得延山夜市啊 它是一个非常像老饕后厨房 有深夜食堂的感觉 十一二点还是很明亮 对所以如果你真的肚子饿的话 这真的是老饕密集度最高的一个夜市 它不是那种逛来逛去的 它是一间一间一间的 宵夜我觉得可以吃到这样子暖胃的东西 我觉得基本上蛮像是你叫阿公阿嬷 阿爸爸妈妈半夜起来 煮东西给你吃的感觉 暖胃 先去吃香肠米肠 然后吃完以后喝四神汤加挂包 然后胃已经很暖了以后 吃奇遇米粉汤加那个粉干 太饱了吧 对然后最后再带那个炒毛度加白饭 回去给你吃 那你可以再帮我拍一碗清汤吗 不必记得 感谢光泉让我重新回味延山夜市 让我的宵夜暖胃暖心啦 你们看的很饿对不对 宵夜很饿对不对 但是不用担心啦 你现在就去买光泉囤货 下一集你就无敌了 无敌猩猩 对肚子饿你就可以拿出来了 也欢迎所有喜欢炎山夜市的韬客朋友们 推荐你的炎山夜市口袋名单 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妈妈超爱奇遇米粉 所以我每次吃奇遇米粉的时候 就觉得这是妈妈喜欢的味道这样子 好我今天来帮妈妈鉴定一下 她可以自己来 妈妈这好吃你就来吃好不好 然后不找你啊 不用找我不用找我 妈妈是独履女王 她看过我每次影片 她都自己去走一次 台中淘宝她就去淘宝 台南淘宝她就去淘宝 嘉义淘宝她就去淘宝 丁妈妈跟你长男人讲的 会不会其他在地上我被认错了 哈哈哈哈 一人食用小份即可 两人食用大份才行 因为会不知不觉 一嫂何抠 我们还会吃他们家的一款燕麦丸 那种那也很好吃 Avery会第一个私讯我说 屁咧我才不信你会吃優格 Avery我会 我会吃優格 我还会把優格升级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IV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